哈喽,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讲解一个iPhone的一个秘技 在iPhone其实就可以进行扫描文档 如果我们身边没有扫描机或者是说我们外出的时候使用iPhone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扫描文件,扫描证件都可以 下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进入文件夹,之后在文件夹的空白处按住 之后会出来三个按钮,第二个是扫描文档 点击扫描文档,之后对着你需要扫描的文件就可以进行扫描 一定要是在文件夹的空白处或者是文件夹的纸目录 如果你在文件夹的目录中有其他的文件 不容易按到空白处的话,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就例如是第一个文件 这样子在空文件夹中就比较方便按出来这三个按钮 之后点扫描,选择第二个 这是一个名片 它就可以自动的识别 就是非常的,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就跟实际扫描的效果非常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样你如果是外出的时候没有带扫描仪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手机扫描这些证件之类的 比如说,证件都可以 扫描文件呢,可能是效果会稍微差一些 之后点击这个Done,就是结束 之后就可以会存储到你的文件夹中 之后你在文件夹中去查找那个文件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哈喽,大家好,我是毕行侠 嘿 主要拍摄一些旅游生活相关的一些视频 有时候会涉及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关于苦跳 还有一些当前热点新闻的一些个人的 自己的真实的一些体会和看法 所有这些,所有我拍摄的视频都是 我个人的真实的一些体会和经验分享给大家的 希望大家能喜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谢谢